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带来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 研究出售 中国资金如何流向美国大学 除了在美国受到冷遇外 中国公司在大学中受到欢迎 美国大学在全球签署合同 出售其研究和培训专业知识 其中一些最赚钱的协议 是与中国公司签订的 尽管美中竞争日益加剧 对北京在美国校园影响的敏感度 也在上升 但这种长达数十年的贸易 仍然蓬勃发展 根据华尔街日报 对向教育部披露的资料的审查 2012年至2024年间 近200所美国学院和大学 与中国企业签订了 价值23.2亿美元的合同 华尔街日报统计了 大约2900份合同 美国专业知识的广泛交易 对华盛顿的大学和政策制定者 提出了一个难题 促进学术研究 与赋予美国竞争对手权力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当中国与美国大学签约时 他们得到的能力 在其他地方得不到 这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特朗普政府教育部官员 丹尼尔卡雷尔说到 他一直在追踪外国 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 大问题是 哪些合同应该是合法的 哪些应该是合法和可披露的 哪些应该是非法的 他补充到 在某些情况下 一个美国大学的身份 与当地的基本产业 紧密相连 比如密歇根大学 与汽车 或佛罗里 达大学与柑局 该大学会为同一领域的 中国挑战者进行研究 中国的三大国有石油公司 都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资助了价值十万美元 或更多的合同 该校仅描述为研究活动 外国资助通过合同和礼物 流向美国大学的主要来源 2012年至2024年 像许多国家一样 中国向美国大学提供的资金 以合同的形式比礼物更多 美国大学从几乎所有国家 以学费、礼物和合同的形式赚钱 在华尔街日报的分析中 卡塔尔为美国大学提供的 非学费资金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其次是英国、德国和中国 礼物更容易引起关注 因为它们往往是来自 个人的大额捐款 例如命名新建筑物的权利 但总体而言 合同世界涉及的资金要多得多 华尔街日报发现 在过去约十年里 中国归因于大学的合同的总价值 是中国报道的捐款的2.5倍 与其他国家的流向相一致 中国仍然是美国校园上 最大的外国学生来源 他们的支出包括学费在内 比合同和礼物 在大多数大学预算中 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 大学必须报告任何 价值25万美元 或更多的外国礼物或合同 尽管这一规定 历来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而且该机构声称 有数十亿美元为报告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还发现了重复技术 和其他数据错误的情况 国会越来越呼吁 对美国学校与中国签订的合同 进行国家安全风险评估 华尔街日报 向所有50个州的主要公立大学 提交了与中国实体签订合同的 详细资料的公开记录请求 这些披露显示了合同涵盖的行业 北京已经补贴 并以其他方式支持中国企业 从医学和农业到制造业 甚至艺术 学校表示 与美国专业知识相匹配的中国资金 往往为公众利益服务 例如开发新的癌症治疗方法 然而 对批评者来说 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商业部门的控制 甚至可能会污染这些追求 这是面临困境的美国大学 面临的难题 他们与总部位于上海的 无锡要明康德签订了合同 无锡要明康德 在中国被誉为医药界的华为技术 是一家全球公认的生物技术巨头 以及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治疗方法的制造商 但就像华为一样 中国现在被列入黑名单的先进电信设备制造商 目前在华盛顿受到担忧其创新 可能被北京滥用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发现 无锡要明康德和华为都与美国大学签订了合同 这些公司表示 他们是私营企业 并拒绝接受他们受到中国政府指示 或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建议 亚利桑那大学估计其2022年报告的三份 无锡要明康德合同的总价值约为150万美元 其中包括一项协议 无锡要明康德的服务部门代表另一家中国制药公司 同意支付该大学医院每名参与试验的受试者 36,977美元 用于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的试验 这种药物已经获得FDA批准 用于试验治疗某些罕见癌症 现在出于对北京可能利用商业生物学发现 用于军事目的的担忧 国会议员希望政府将APTEC分类为 关注的对手生物技术公司 这将使其在接受联邦资助的美国组织中 几乎无法触及 包括许多医院和大学 无锡要明康德合 其姐妹公司 无锡生物制药正在迅速成为全球制药和研究服务巨头 威胁着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 四名中国众议院委员会成员 在二月份致函要求美国政府机构进行新分类时写道 2018年初 华盛顿大学宣布 将创建全球首个致力于虚拟和增强现实的学术中心之一 该大学将中心的600万美元资金归功于Facebook Google和华为 在2019年5月 特朗普政府使美国人与华为进行许多类型的业务交易非法之后 该大学宣布联邦法规意味着 它不能再与这家中国公司进行交易 学校报告说 华为在2018年 2019年和2021年期间的资金超过550万美元 一位发言人表示 后者条目代表了一项在2019年之前开始的合同的最后一笔付款 华为的标志出现在该大学现实实验室主页的欢迎视频中 该发言人表示 这是对华为在该实验室创始参与的准确透明的认可 华为没有回答关于其在美国大学的合同的问题 直到最近 人们对大学发生的事情并不关心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亚伦 弗里德伯格说 该委员会现在建议立法将中国与大学签订的合同 是为外国资助收购 并通过一个名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KFIRS的跨机构小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弗里德伯格说 担心的是合同代表了进入我们的研发技术机构的众多途径之一 华尔街日报发现的一些合同为中国提供了它所缺乏的专业培训 例如中国几乎没有小型飞机或公共飞机跑道 这些是飞行员培训所需的 因此长达十多年来 中国主要航空公司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每年支付数百万美元给北达科他州大学 以获得他们的招聘人员的飞行许可证 仅在2018年10月至2022年7月之间 北达科他州的记录详细描述了来自四家中国运营商的合同 价值超过3700万美元 北达科他州拒绝讨论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作 警管大学出版物曾表示 约30%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飞行员在那里接受了培训 他们的存在对于资本密集型的航空航天学校来说 是一种财务上的支持 中国航空公司没有回答相关问题 国家学者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伊恩·奥克斯尼瓦德表示 与美国学校的外国资助者相比 中国引发了特别的复杂性 他认为美国大学不需要中国的资金 并且应该警惕其军方可能利用看似民用商业应用的情况 有一个道德义务去研究 他说 多年来 一种突出的大学合同类型涉及在美国校园进行汉语培训 称为孔子学院 例如俄克拉河马大学2019年报告的约54万美元 在证据积累表明有北京资助的学院 与中国的外交使团关系密切之后 大多数学院关闭了 包括俄克拉河马州的学院 一些最具价值的中国合同涉及海外分校的特许经营安排 根据教育部数据库显示 纽约大学是中国资金最大的单一受益房 仅2021年 其上海分校报告了两份合同 总额超过4650万美元 朱利亚音乐学院已披露 在过去十多年中 其天津朱利亚音乐学院获得了超过1.33亿美元的资助 为该学院配备了约120台施坦威钢琴 美国政府连续的行政部门指责中国共产党 将美国校园视为推进其一程的据点 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警告称 中国政府鼓励在大学窃取技术机密 传播亲北京的宣传 而杀校园辩论并骚扰学生 北京对这种表述不以为然 中国官员表示 美国对中国学生和教授进行了不公正的打击 包括在美国校园内 敦促美国牢记其学术自由的声誉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没有回答关于大学合同的详细问题 在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阴影下 米歇根大学表示 来自中国政府资金支持的滴滴出行公司 向其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合同 该大学表示 滴滴的资金支持了一系列工程研究 从评估用于监测驾驶员健康和操作安全的设备 到使用车队 跟踪空气污染 包括发表的八篇 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 公开了研究结果 其中一项研究 基于一年的滴滴数据 研究了空车如何影响整体交通 国际交流是成功研究的基础要素 大学发言人李克菲茨杰拉德在一份声明中说到 在华尔街日报披露的大学 向华盛顿大学递交的合同中 有一对中国小型设备 制造商每年支付5万美元 成为其过滤研究中心的成员 该中心与3M和波音等行业巨头并列 当其中一家中国会员公司 广西华园过滤系统发行 首次公开募股时 向投资者表示 明尼苏达州的联系 让它能够享受到世界一流的 过滤行业研发机构的最新成果 与许多学校一样 明尼苏达州表示 从中国合同中产生的任何研究 都是公开的 很久以前 佛罗里达城市 被中国激进的种植者 和保护主义政策 挤出了中国市场 比如56%的进口关税 然而 中国确实对佛罗里达的城市 专业知识感兴趣 中国科学家 对一种名为 黄龙病的树木感染感到焦虑 这种病 使水果尝起来 味道酸涩 于是他们求助于佛罗里达大学 该校已经研究 甘菊病害超过一个世纪 学校的披露显示 与中国干南师范大学 启程研究所 约180万美元的合同 支持了佛罗里达大学 一位树木遗传学专家的工作 他在对抗甘菊病害方面 取得了进展 这位专家名叫王年 大学发言人 克里斯 维维安表示 这些合同反映了大学 对农业社区的责任 他说 大学的工作研究了 中国境内抗黄龙病的 野生甘菊基因资源 因为根据中国法律 这些材料不能被运送到海外 所以需要进行本地合作 王年拒绝置评 多次发送电子邮件 至中国启程研究所的人员 均未回复 佛罗里达城 从种植者丹里奇 佛罗里达州 维罗比奇的合冰包装公司总裁 强调全球柑橘业 急需一种治愈黄龙病的方法 但他也表示 大学的交易带有 潜在的中国知识产权窃取嫌疑 将近25年前 里奇携带一箱佛罗里达城子 前往北京 希望该市场会向美国种植者开放 但机会最终化为泡影 他说 他对中国的意图仍然持怀疑态度 佛罗里达州州长 罗恩·德桑蒂斯去年 签署了一项法律 可能禁止州资助的大学 与来自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其他四个国家的合作伙伴 签订合同 这让未来的佛中 合作蒙上了疑虑 州长办公室表示 他的目标是根除 佛罗里达教育系统中的中国影响 大学拒绝就该法律 发表评论 或回答其对柑橘研究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